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饼干怪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的节目 今天呢我是要跟主持人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个 敲碎我们棒棒糖的一个表演 我们这边呢是准备好了我们的棒棒糖 可以看到我们的棒棒糖呢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坚硬 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小朋友展示一下 这个棒棒糖的里面是长的什么样子 我们会要用各种各样的一个工具 去把我们的棒棒糖给它敲开来 所以呢我们和我的主持人呢 会一起跟大家来展示这个节目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的话呢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或者是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就在视频的下方有个红色的订阅按钮 订阅了之后呢你就能每周收看到我们最新的视频啦 而且我们每周大概会推出40个到50个的视频不等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就会有消息的提醒和一个推送 如果有消息提醒和推送的话呢 那么每周或者是每天最新推出来的视频 你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啦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棒棒糖吧 我好喜欢吃这个棒棒糖 虽然我每次呢都不能把这个吃完 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呢都是特别的费劲 我们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有的一个工具 我们的锤子 我们的剪刀 我们的钻子 还有我们的钳子 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个工具 去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我们这颗小小的棒棒糖给它打开来呢 嗯 我也想吃啊 嗯 我吃不了啊 我根本就吃不了啊 这个太大了 主持人你必须得把它给它切开来 那好啊好啊 没关系我这边看一下我用什么工具呢 先开始呢 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棒棒糖呢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非常的好吃 因为它里面是有非常多层的这个棒棒糖 我超级习惯的 里面有两个 闻起来呢也非常的好闻 像一个蓝莓一样 我们先用我们的锤子来试一下 可能会有些炒 或者是用我们的锤子来试一下 好硬啊 好硬啊 真的很硬啊 或者我们再来一个锤子 这个也花了很久的时间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选择了 只能是用我们的钳子 哦 还是用这个锤子比较的能够给它敲击出来 我们可以用手再试一下 小朋友在做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模仿 因为如果在敲锤子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用力过大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会敲到你自己的手上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对你自己的手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而且会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疼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做的话呢 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 或者呢是如果爸爸妈妈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请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帮忙 我觉得小朋友的话呢 是最好最好不要自己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实验 因为如果夹到手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疼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棒棒糖的中间呢 就是终于把它打开来了 我们这个棒棒糖的外壳 就像很多层的那个岩石一样 我们再来试一下里面能不能把它打开来 外面呢是一层糖的一个壳 里面呢大部分应该都是这个口香糖 这种这种非常漂亮的这种层次 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 我也要吃 啊好好好我给你拿一个给你吃 嗯好吃好吃 我也尝一个这边的这个碎块 嗯嗯 味道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嗯非常的硬 非常的好吃 也比较的甜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中间的把它把它打开来 中间可以看到是口香糖 或者是叫棒棒糖 呃这个叫什么泡泡糖 我们再来尝一块这个泡泡糖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拆出了这个蓝色的 棒棒糖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在视频下方呢告诉我们 你们的愿望 或者是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玩具视频的一个主题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愿望呢 再来做下次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